好 另外这个是民生消息了非常的重要 有毒淀粉制成的粉圆还有黑轮现在已经流窜全台了吗 卫生署配合检调追查 发现台南邪奇还有新北市宜和 这两家业者供应的淀粉 他们违法添加了工业用的粘酌剂顺丁锡二酸 制成了许多民众几乎每天都会吃的粉圆 板条Olan等等的食品 而目前茶扣的原料还有相关制品高达了25公顿 而已经吃到消费者肚子里的数量 现在难以估计 林口长庚医院的毒物专家林杰良医师就表示说 盛丁锡二酸真的很毒 它是树脂的原料 长期食用会造成急性肾衰竭 必须有终身洗肾 一点点都不应该出现在食品当中啊 现在看起来这简直就是塑化剂风暴重现